新冠疫情重创我国经济将近两年 如今终于看到了复苏的曙光 首相拉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就指出 我国已经准备好重回正轨 重新成为区域和国际企业的投资中心 而这一点可以透过大马一家人的每一位成员 持续合作实现目标 首相也指出我国多元种族的特性 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 长久以来为投资者提供了许多机会 也让我国的市场具备更大的潜力 首相拉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出席投资大马2021年之资本市场对话 网上对话会时指出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挑战 但我国必须找到具创意和创新的方法 促进国内投资 首相也认为我国的多元种族和多元阶层社会 就是有利因素之一 首相也指出 我国除了为商界提供最有利的投资环境 同时也是各国欲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进入东盟市场的通道 公司和中小微型企业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能进入更大的区域市场 15 countries within the RCEP alone are generating almost 30% of global GDP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the overall aggregate of GDP income would increase by 174 billion U.S. dollars by 2030 此外伊斯麦强调政府的经济成长目标是达至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4.5%到5.5% 未来我国将着重发展数码经济 工业革命4.0 以及绿色技术等等 放眼在2030年 让我国成为高科技国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采用碳中和目标 政府也鼓励各部门和行业开发相关技术 我国交易所和政府各部门 也正合作推出自愿碳市场 以过渡到零碳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